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然後反正就是 我就直接進入主題了 我經營的8年的IG 前兩天就這樣子不見了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是 我轉發我朋友動態 我朋友13個小時前標記我說 欸 一直贏他見人 然後呢 我只是轉發 然後我轉發之後 IG就判定我霸凌 我就直接被登出了 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回去已經回到一半 他就講說我內澤的動態是霸凌 然後我就想說 什麼意思 然後就被停權 然後帳號就不見了 然後我還馬上去開我別字帳號 去看我朋友的動態 我朋友的動態還留著 然後他完全沒怎樣 但是我一分享 就說我霸凌 我就想說天哪 啊那個不是我朋友拍我自己 拍我本人 然後我分享到我的版上 然後IG認為我霸凌 然後就 我帳號就不見了 我那時候是整個有點被嚇到 然後想說 是怎麼判定的 我不知道 我在想說是不是 我被針對了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因為我其實在這之前 我就前面都一直被檢舉了 就是我發了一則 就是健身有成的皮皮 就是我用三個蜜桃 水蜜桃的符號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就也有人檢舉我騷擾 然後重點是IG 也判定他成功 後來我就是申訴 申訴之後 我的照片回來了 後來我回來之後 我又重發了 我重發的那張又被再檢舉一次 所以又再被刪除一次 可能機器人有判定 你覺得說 我是在惡意的 故意挑戰他們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大概是先前的那個 所以我在想說應該是IG覺得說 我是一個有問題的帳號 也有這樣子的可能 我不知道欸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我發了一張這個照片 然後就打三顆蜜桃 然後他前面也覺得我是騷擾 然後就不見了這樣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就是IG他到底是 怎麼樣去判斷這些事情 還是如果有很多人檢舉 或者是只要有人去檢舉 然後可能系統就會去偵測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在這邊可能 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覺得就是IG可能最近的他們的條例有改 可能就是改得非常的嚴格 這樣 就是大家要小心 因為我反而帳號 就是也是從零開始經營的 我現在等於只是 就要再經營一次而已 就是再重新來過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會不會扯太遠 可是我就突然間覺得 因為我這兩天蠻安靜的 像我之前 每一天我都會很害怕 我一直在思考 我要怎麼發文 然後我要怎麼發現實動態 我要怎麼經營 我幾乎24小時都在發IG 然後現在 因為我新辦了一個帳號 然後我新辦的那個帳號 也可能因為人氣重太快 或者是陌生訊息太多 然後IG也是突然間說我覺得我有異常 說我不可以再這樣動作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新的IG也沒有什麼在動它 然後我就突然間覺得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活著很累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比方說這樣子的事情很多 當一個人結束了這一段旅程之後 他又再開始先一段旅程 就像我們剛出生到現在 我們不是都不記得上輩子發生什麼事情嗎 所以生命就像是這樣子 不斷的再輪回 所以我現在 就很想是 又要再輪回一次而已 對 所以我就不用去想太多 就一切重新開始 而且反正我之前的IG版面很醜 我幾乎都是喜歡打文字比較多 就是我想要記錄文字 所以我照片沒有太講究拍板什麼的 現在如果有新的帳號就是 可以重新拍板 盡量往後出去想 不知道 而且我就是突然間覺得說 不像以前那麼負面的 我以前可能就會一直去想說 自己失去了什麼 可能失去了那些現實動態的精選 或者是跟我男朋友十年多的回憶 那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是 沒辦法去改變他的 就好像也沒那麼在意 因為我就沒辦法改變我 我為什麼要去在意他 所以我現在就是盡量的讓自己去思考說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現在可以怎麼做 感覺自己成長了 因為我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帳號不見 因為像我之前剛開始做網拍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是用社團經營 然後我那時候社團大概有四萬多人 然後也是突然間不見 然後粉絲團後來經營有一萬多人 然後也是突然間不見 喔對然後還有我之前用蝦皮 然後蝦皮也是就突然間不見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對於這種離別嗎 還是怎麼樣 就已經會越來越看淡這些事情 然後覺得啊算了 反正也不是我能夠決定的 好啦反正就是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零開始的啊 就再重新來過就好 那我一定要趕快來跟你們講這個好消息 所以就是我的帳號回來了 我真的 我剛剛真的直接在車上爆哭欸 我跟你們說我帳號不見我都沒有哭 可是我帳號回來我就感動到哭欸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吃了福德的感覺 真的是太好了 然後我一定要跟你們講說我是怎麼回來的 昨天我去那個跟朋友出遊 然後很早就睡了 可是睡到一半我一點都就起來了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我就 因為我那時候感到很傷心 就是我是出來玩的 可是我就是一直覺得心裡面悶悶的 然後玩不起來 我就突然間很想喔 用一些情緒化的字眼 然後去寫信給IG 然後那時候我就寫說就是 或是真的很喜歡這個平台 然後這個帳號是我經營了八九年 就是如果我的動態貼文有任何的問題 應該是要在我分享那一則動態之前 你們就應該要把那則動態刪掉 可是為什麼 會是我分享之後 然後就把我的帳號鎖起來說說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這對我來說並不公平 就是只要有人檢舉過我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機器人就把我當說是有問題的帳號 然後我就寫說 麻煩人工審核我的帳號 然後我帳號並不結合 好對不起 天啊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洗幾二氣 就真的很開心 欸恭喜我帳號回來啦 很開心 謝謝大家 來帳號昨天回來我真的超開心的 結果咧 我今天起來要叫車來這邊用頭吧 然後發現帳號又不見啊 我當下的心情就是 我已經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然後我當時是覺得說 就是第一時間是趕快密我的剪片師 就是因為他前面的片已經剪好了 然後現在帳號又不見了 對啊所以就是 欸帳號又不見了 欸謝謝啊 欸餵完再去 我們現在就來吃飯跟小寶 然後還有林靜 欸怎麼會這樣子 這平安靜有點在不平衡喔 他這個心裡不平衡 然後咧 欸真的很謝謝小寶跟林靜欸 林靜還幫我分享那個帳號不見了 還好吧 他分享有什麼用就回不來啊 靠杯喔 他還有分享 對啊 而且最後一次我半夜還看到小寶 都沒睡覺 然後再幫我不要寄那個官房 對啊 再用我們社會資源 給錢 給我錢 給你漏的耶 可以可以給我肉可以 真的啊我還 你有沒有 如果你有認真看 你會看到下面好幾個分身這樣 蛤 宇宙紅蘿蔔啊 喔對 我有看到欸 我那個幫你 謝謝 謝謝寶寶 我就是希望可以救回來 幫我 幫我陷動要向誰 向誰隨 學習 向誰隨隨 我也啊 我覺得他會回來時間問題 喔只是時間問題 對啊時間問題 我等你 好不好 期限給你三年 校主太強 整理他們 欸這什麼意思 他一直丟給IG啊 天啊謝謝你耶 小寶真的很有心耶 小寶真的很有心耶 對啊 小寶真的很棒 欸阿A來咧 他在補妝嗎 可以啊等他來啊 天啊如果今天是你帳號不見 你們會怎樣 欸 帳號不見 對啊 因為我早就不見過一次了啊 你早都不見過一次為什麼 對啊我之前 我在兩 欸三年前 我有一個帳號 本來快要四十萬嘛 然後就不見了 就是 就是 我在直播 然後我就穿很露 穿薄紗而已 然後那時候就超過外國人在看 然後 當下就是現實動態 沒有沒有 你跟我說直播的時候 就九千多人在看 對 九千多人在看 然後我就在那邊 可是你薄紗有露點 沒有露點 但是我就是用男生的聲音一下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 有一對用褲的表情 然後他可能大量 帳號去檢舉 然後帳號就不見了 對 所以就沒回來 對 欸怎麼會這樣 哇好神奇喔 那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帳號 這樣子重新經營多久 二十幾萬了耶 我想一下喔 大概 三年了吧 三年 對啊 啊如果帳號不見 你會怎樣 如果帳號不見 我會很傷心啊 畢竟老人呢 很早就經營Ig了 大概從 大三大四吧 所以也經營了 欸 欸 欸七八年有了耶 對啊 對啊 他經營這麼久 如果突然不見 一定是很難做的啊 對 你說要重新開始的話 其實要 很有大的自信心 要給自己鎮定 這是非常的鎮定 來我們先謝謝 麻煩你 謝謝 所以呢 在 我覺得有知名婦的時候 要趕快辦一點 就是 對 你有趕快拍對 你有一個鄰近 對 所以如果不見的時候 可以趕快用另外一個 不用擔心 我自己做也不會 我的真正的 好不見 下次Ella也有 小Ella累得下 可以喔 我真的知道有點 像